放寬的新規定 我们赶快来听听 指挥中心记者会的最新说明 人口涵盖率是57.44% 另外这两天 大家都很关心的一个议题 那就是在户外 是有一些相关的 一些戴口罩的一些 除外的规定 第一我们还是强调 基本上我们还是 外出戴口罩 这样的一个基本的 对一个基本的要求是还在的 那可是呢 在有一些例外的情形 可以免于戴口罩 但是还是要有社交距离 不说在这些区域里面 就可以群聚 就可以都不戴口罩 基本上的要求 是在这些特定的户外活动的里面 那没有人的 维持社交距离以上 空旷的地方 就可以不用戴 只可以不用戴 不是应该不用戴 那我们从10月5号起 就是说第一个针对农林渔木工作者 渔空旷处 如田间渔温三菱工作 那无需戴口罩 那唯一还是要戴着 身上还是要戴着一个口罩 万一有人来了 互相有一个人 互相会有接触的时候 那还是要把口罩戴起来 然后第二在山林 山林的区域海滨的活动 无需要戴口罩 那应该随身系戴口罩 以他人保持社交距离 那山林里面 是含这个森林游乐区 那这里面还是注意是在空旷的 在空旷的区域 那可以不用戴 那第二个当然是在主管机关另有规定 一起规定来办理 因为各个地方 每个地方都有他的一个不同的主管单位 那原则是在空旷区域 保持社交距离 在这些区域里面可以不用戴 那现在的规定持续都在延续 并没有在其他地方都目前没有跟动 好那以上我们先跟大家报告到这里 那有问题可以提出来 部长还是想请教一下 口罩政策放宽是什么时候决定的 是原本就有跟专家讨论过 要在这个时间点来做宣布吗 还是是政委张锦森公布的和部长您的对话 才临时决定要开放的 那另外一个问题是想要请问说 现在很多场所都不需要梅花座 但关于宗教聚会的指引一直没有更新 想请教宗教聚会是不是也可以解除梅花座 谢谢 好基本上当然所有的这些相关的 戴口罩政策也好 或是我们的所有的防疫的政策 都不断的滚动式的检讨 那这些规定当然是因应现在的一个 大家戴口罩强制的规定也蛮久了 那第二进来的疫情也相对的稳定 那经过中秋节这段时间的一个流动 那到目前来讲 疫情仍然维持的算是相当的好 所以陆陆续续会有这些开放 像明天我们仍然会都有一些 在一个地 等于是一个行业别的地方 会有另外的一个新的规定出来 然后第二宗教的活动里面本来是明天 这个部分明天我们会一并来做寿命 谢谢 副长好 两个问题提问 第一个问题是 那个海滨不用带的话 那包括野稀还有户外的温泉也是包括在内 可以不用不用带吗 第二个问题是想要请教就是这个 金钟 金钟奖戏剧节目最大奖颁奖人 曹瑞元导演昨天就是有说要邀请部长来拍片 想问一下部长会不会想来合作一下 谢谢 第一我们这次大概只有在海边 因为这样相对的空旷 那一般其实在相对的这些西边的活动 其实都还人来说算是蛮多的 不过这还都是我们在滚动式的检讨 一开始我们对这个特别空旷的 上上下海的这一部分 先与开放 然后第二个 那个导演他当然非常善意 我们非常的谢谢 不过今天早上在跟我们同事在谈 我们都觉得请罗宜君比较好了 部长想请再请教一下关于这个脱口罩的指引的部分 就是那个不戴口罩的部分是怎么拿捏呢 比如说山上假设说人真的也突然蛮多的 那么是如果没有拉开社交距离的话 那这部分的话会就这个可能人与人之间太接近而去做开罚吗 那刚刚有提到碗水的是说泡汤跟那个 泡汤海边西边那海边可以脱口罩 但西边跟温泉是没办法脱口罩的部分吗 可以再麻烦部长说明清楚一点谢谢 但基本上的原则这是一个所谓的除外的规定 那没有说一定要开罚或怎么样 不过这都是自己的一个自身的安全 我想防疫是全民的工作 我们只是跟大家讲 就是说在这些特别空旷的 那确实也没有他的一个防疫的必要性 那可以不用戴 那但是一旦有人潮在聚集 或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没有办法维持的时候 那口罩就要把它戴起来 所以我们也强调就是说 虽然这些区域是不需要戴 可以不用戴的 那但是口罩也要随身携带在身上 一旦有需要就赶快把它戴起来 那刚才提到这些温泉区域等等的 其实事实上他的人潮聚集 是相对的比较多 所以目前还没有 谢谢部长 想要请教一下这个台北马拉松 他们主办单位的防疫指引 有没有提到说 这些参赛者们在比赛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不用戴口罩比赛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 有民众认为跟口罩政策放宽相比 就是还不如先不要再进行简讯时连制 然后或者是直接把APP升级 让他们可以不用每到个场所都要登记 想请问主委重心怎么看 谢谢 对第一个大概就是说 另外有相关的一些活动 那当然有一些个别不同的活动 那当然如果没有办法符合 而主管单位又可以 他用其他方式可以把防疫做好 那都是属于个别的计划 提向他们主管单位 那经过大家的一个核准之后 那就可以来办理 这个原则仍然是没有变 因为整体的不管怎么样规定 都有挂一漏之漏万的时候 那个别的活动就个别去处理 那至于就是说 在里面实验制 事实上是在我们防疫的应变措施里面 还蛮重要的一点 那可以让就是说很迅速的 可以找到有接触的人 或可能有关系的一个地点 那至于全面实施APP 其实这个在各自上面 还是有一些相关的一些考虑 部长好想请教一下 延续金钟的部分 这个这名导演也说 感谢部长的防疫肯定团队 那想问说 部长看到的时候有什么想法吗 另外刚刚提到说 可能推荐罗护比较好 想问一下这个原因 那另外接下来国庆烟火 可能到处都会有 看烟火的人潮 那想问除了戴口罩 指挥中心有没有 什么人数限制吗 谢谢 烟火事情 我想高雄那个地方 已经做了很妥事的安排 他们都有一个固定的座位 那确实的位 人流的位置也都有隔开来 那人流的管制分散区域 整体都有做了一个 蛮完整的规划 然后第二看到的当然觉得 心中就觉得很软火 那为什么要找 说要找罗宜君 那也不怕 就说颜值可看性 当然都比较高 这不用问也知道 对不对 部长好 想请教大学明天要开学 想请问实体课80人以下的限制 这个审查有结果了吗 是否有机会可以放款 谢谢 应该是还没有吧 这样子礼拜六礼拜天 来 部长好 就是有基层医师建议说 因为现在台湾的疫情已经比较趋缓了 看能不能统一开放 让重症患者的家属可以碳病 碳病的规定到目前没有改了 那我相信可以放宽人数 但是因为相当又有一些检验 检验上面 所以这连免大概 很难去两全 那我们现在把检验当做一种 我们社区监测的一环 大家也看到说 其实进来的个案 很多都是在 陪病 或者进到医院 要入院的时候 被检验出来 所以换句话说 还有相当程度的一个风险 我们会跟医疗应变主来做讨论 谢谢部长 想延续大学实体课的问题 就是因为虽然我们指引还没有订出来 可是有很多学校是明天就要恢复实体上课 有没有事先先在指引之前 提醒学校要注意哪些地方 比如说他们有外籍生的话 要怎么因应 第二个问题是这个莫克药厂研发的口服 莫奈拉维 我们有参与人体实验 那这个效果怎么样 那香港目前说有计划要购买500个疗程 那我国有没有计划要购买 谢谢 这些程序 我们都在相关的程序 都在进行中 然后我们事实上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准备 不过我们现在也在谈判中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在学校 学校里面基本上我们的基本指引都有 他只要照着基本的指引来做就可以了 中学都已经都实体的上课 其实他是 所以他要特别的放宽或特别的情况 那才需要就是说另外订定相关的指引 那第二个外籍医生没有这些防疫的问题 他入境来也经过几次的检验 再加上自主健康管理 所以是跟我们一般的同学是一样的 部长好 想再请教一下 口罩政策的放宽 有引起各界的讨论声浪 有人认为说 长时间近距离接触还是要戴 但是打两剂的可以不用戴 但也有专家认为说 国际上还是有很多的案例 比如说有些国家 他们打完两剂疫苗之后 仍然是有爆发大规模的感染 那想请问指挥中心怎么看这些说法 谢谢 当然每样政策的一个改变或修订或检讨 都会有不同的声音 那么这是这个户外的部分 是针对就是相对极端的一个情况 实在是没有必要的一个情形 来做一个放宽 第二个在我们整体在防疫政策里面 它是多重多层次的 所以是打疫苗也好 那就是戴口罩跟我们的勤洗手 这都是并行的 不好意思 那个想请教 刚刚清充厂部分 指挥官推荐罗父吗 那罗父有医院参加吗 参演谢谢 我们是我们大家在谈论的时候 一致的那个感觉 那当然未来要不要还要看尊重 他个人的意愿 那兼职也要我准才行 不过想这些都是一些 你是在这种疫情紧绷的时候 那大家就是轻松一下 好 好来请 谢谢中式新闻再不问一题 就是有专家他是有提出一个质疑 说台湾疫苗的施打击取的政策 是一处荒谬剧 他提出的道理是说 因为民间购买的BNT都能够稳定 掌握到货时间 但是政府出面购买的疫苗 一直无法掌握这些基本的资讯 然后让有些莫德纳的 就是打过第一季的人 已经超过时间了 相信会觉得中心怎么看 我讲这个莫德纳也会陆续的到货了 那事实上大家时程上 也都一样 都没有办法掌握到很精确 好 那我们今天记者会就到这里 我们希望这个 当然还是就希望这个 指挥中心宣布 山林海滨空旷的地方 可以不用戴口罩 不过如果像是你要去泡温泉 还是必须要戴口罩 到户外也是需要戴口罩 而且最好随身 席戴口罩来备用